收斂的操作网页编辑软体 打出一行行决定 按下输入键网页马上变红字 放上图片美化设计也是小菜一碟 18岁的陈同学是广告设计科学生 未来想进广告公司实习 但是教育部9月1号开始 要把建设教师纳入以利益修 规定上班5天一定要休假2天 美其名为保障却让他很担心 缺少一些工作经验 然后以后出社会可能比较难找到工作 职校跟企业接轨最深就有业者反应 以利益修已经造成许多餐厅亏损 现在连建教生都要适用 恐怕会把建教生直接退训 虽然教育部说初期还不会开罚 但已经引起学校的反弹 我们本来在找这些优质的厂商 来合作的过程 就会有一些难度存在 那如果企业界他们对于以利益修 纳入这个建教合作 那可能会对于我们再去寻找这个厂商 会有一些难度 而对青少年更雪上加霜的 还有劳动部调查 全台15到24岁的青少年打工组 总共有11.7万 但他们平均薪水居然只有11K 其中离职原因最高的还是待遇不好 其次是想更换工作地点 碰到以利益修问题 然后在原本在假日上班的时日 就已经8到10个小时 所以一个小时加薪呢 也不会太高 人员还是有限啊 所以一定还是多多少少都会拍到 政府一番好意 想保障学生权益 但没先跟业界及学界请教 只怕会弄巧成拙 东森财经新王江招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